八卦图 台湾师范大局曾世强教授将典领我们一起感悟已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八卦并乾坤 我们没有宗教 但是我们有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 复兮是当年 他的用意是要让我们中华民族 生生世世 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就是伦理道德 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句话 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下 我们的列祖列宗 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那个永远没有断的东西 就是伦理道德 所以为什么儒家那么受到重视 也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在复兮室当年 他哪里有文字 他哪里有语言 他怎么可能讲很多道理 不可能 这也是我们非常敬佩 复兮室的地方 他就用简单的一话开天 来告诉我们 太极一方面代表了 宇宙自然的秩序 它是有规律 可是复兮室希望我们 把自然的规律 转移到人事社会上面 所以已经多半是经由宇宙万象 来讲出人生的道理 人生的道理是什么 我们用伦理 文理是我们加上去的代名词 所以伦理你要跟西方人去讲 他就告诉你 那就是宗教 因为西方人是把个人的道德修养 是归于宗教的 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西方到最后是分的 做事是科学 做人是宗教 从人是不分的 所以他这个一话开天 他慢慢就分阴分阳 然后他就想 你管是有阴有阳 如果两个不互动的话 那有什么作用呢 那不能发生作用 所以他就知道阳一定会跟阴 会化合在一起 这样才会产生万物 所以就变成什么 变成四项 然后傅希斯他又想 你老是阴阳阴阳 这么平衡 它不会动 你看平衡怎么会动 所以他一想 宇宙是由不平衡所造成的 这个观念是影响我们太大了 一切都是不平衡 然后我们希望他平衡 很快又打破平衡 又找到不平衡 又来平衡 这个叫做动态的平衡 你用这个观念去看 所有现在的现象 都是动态的平衡 不是静态的平衡 静态的平衡就叫静止 静止就是死亡 他不能动了 哪里会生生不息 因此他就知道 两个阴 它上面可以加一个阴 可以加一个阳 两个阳 上面可以加一个阳 加一个阴 本来就是阴阳的 也可以加一个阳 或者加一个阴 这么一来就很自然变成八个 就叫八卦 六四四卦也是八卦 很多人认为 八卦就是八卦 六四四卦就是六四卦 没有那回事 六四四卦就是八卦 彼此这样子 重合起来 配合到最后 一共就六四四种状况 这样就非常清楚 福西一画开天地 这一画就是太极 太极里面又包含着阴和阳 福西把阴和阳的几种变化画出来 就形成了八卦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学习一经非常难 就是因为搞不懂八卦 更不用说六十四卦了 那么八卦究竟代表了什么 是不是掌握了八卦 就可以读懂一经了呢 读一经怎么读 你先把八个卦搞清楚 所有的事情都离不开这八卦 所以八卦就是一经 一经就是八卦 连起来就叫一经八卦 八卦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宇宙万象里面 我们归纳出八种基本的元素 宇宙构成的元素 我们从一经里面得到的信息 是说有八种 哪八种就是跟我们人类生活 最息息相关的哪八种 第一种一定是天 老实讲没有天 那什么都没有了 一片寂静 动植物都没有 那成什么世界 有了天 我们一抬头看到了 我们一抬头马上会看到底下 那底下是什么 所以天地这两个 我相信没有人会离开的 人一旦离开天地 当然可以 偶偶做做寒天人 很荣耀 非常好 如果那你从此离开地球 你就做永远做寒天人 你愿意吗 我不知道 想想还是地球好 天地是我们人的根本 离不开的 天地之后你马上想到什么 马上想到两样东西 水跟火 你没有水你活得了吗 你没有火你吃什么 你看你这样去想你就非常清楚说 意经本来就是从自然里面去把它萃取出来的一些道理 所以天地水火就是四个最根本的东西 天地水火就满足了吗 没有 有时候火太大了很热 我们就开始什么 扇扇子 就是希望风啊 来了 可见风也很重要 这个风啊 来了以后 你马上会想到 跟风相对的是什么 就是雷啊 你打雷的时候 那种感觉 跟风来的时候 那感觉经常是对比的 所以天地水火雷风 然后你会想到这个风 为什么从那边进来 为什么不从这边进来 你看 原来山挡住了 山会挡住很多东西 怪不得风从那边来 所以山又变得很重要 那山挡住风 那风从那边来 那边是什么 那就是海嘛 也不一定完全是海 你看很多地方 它没有海 就把泽叫做海 像云南 云南说海子 海子 就是一个湖 一个泽 一个汤 这样八样东西就出来 天地水火雷风三则 所有世界上的事情 都是这八种东西 彼此互动 你看雷跟风互动 雷跟山互动 雷也可以跟天互动 怎么不可以呢 一个雷可能倒到天上去 一个雷可能从地下 一向跑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这八种现象 定位八个金挂 就是基本挂 而且这里面呢 它只分成两个小系统 一个就是跟天有关系的 一个跟地有关系的 所以非常容易记忆 呼吸室通过认真观察发现 宇宙虽然有着万物万象 但都是由八个最基本的元素 所构成的 这就是天 地 水 火 雷 风 山 泽 那么呼吸是怎样利用 阴和阳 这两个符号的变化组合 来代表这八种自然现象的呢 你看我们怎么画天 各位一定要从很远很远的 古老的人类 他们很单纯的思维 来想象他怎么画天 很自然我们就画了这么一条 无线就是天 而且你会发现天不是 薄薄的一层 好像天外有天天上有天 这个容易了解 所以就画三条 像今天画彩虹一样的 那个卦就出来了 卦象卦象就是这个卦象什么 像什么像天 天就是这个样子 那地呢 地在天底下 你看到天边有地 那个天边也有地 可是当中呢 它有河流隔开了 你站在河流这边 你会发现 那边有天 这边有天 这个天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土地它是分裂的 所以这边一块 那边一块 那很自然 它就画成一个断掉的 一个纸线 你也知道土也是蛮厚的 也不是薄薄的一层 所以用散化断掉的纸线 我们把八卦分成两类 一类是跟天有关系的 一类跟地有关系的 你看你把天画下来 然后你又发现 这三条直线 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 其实这个也是从以前传下来的 就叫山中下 不然怎么分呢 摇这个字 是译经里面独特的一个用语 就是它每一画都叫一个摇 最底下这一画就叫下摇 当中那一画叫中摇 最上面那一条就叫上摇 摇就是一个符号吧 天最底下那摇洞 就叫做天底下洞 天当中那摇洞 就叫天空中洞 天上面那摇洞 就叫做天上面洞 这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用少数来代表洞呢 因为乌与细未贵嘛 两个羊一个阴 那阴是少数 所以以阴为主 两个阴一个阳 那阳是少数 所以以阳为主 天下面洞是什么 天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洞啊 马上有人想到树木啊 也没有错啊 天底下洞的人就树木 那时候树木最高 但是人会想到树木洞啊 而且树木 万一那个地方没有树木呢 也有地方没有树木呢 所以更普遍的 更容易想像的 就是风来了嘛 风来了就是天底下有一个东西 我们是看不见 它是很明显感觉出来 它是在洞啊 天底下洞 风 天空中洞 那个容易的 只要有一个地方火烧 我们在天空中 就看到一片火岩 一片火海 就算是小小的火 它也一定有烟 所以天空中洞 就是火了 那天上面洞呢 这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以前 也没有直升机 也没有卫星 你怎么看得到 天上面是什么 这人类聪明就在这里 有一天你在池塘里面一看 你就发现 怎么天空跑到底下去呢 为什么我的导演好像在上面呢 大家就知道了 池塘就是天上面洞 你看这三个东西都跟天有关系 天就是三话直直的 没有断掉的 连续的 那就叫天 天下面洞 风 就是上面两个连续的 下面一个是变洞的 它洞就是天底下洞 风 天空中洞 火 天上面洞 折 很快就记住了 地也是一样 地是三条断掉的线 这三条断掉的线 也是分成下中上 地底下洞 什么 打雷 打雷 我们那种感觉到 地底下 有东西在洞 地当中洞 就是我们刚才想到的水 水就是在地当中 一直不停地流动 那地上面洞呢 地上面洞 跟天上面洞 同样花一点想像力 地上面 很多很多东西 你说牛在洞也对 狗在洞也对 我们人在洞也对 但是这些都是知知觉觉的现象 各位有没有发现 已经把我们的思维不断地提高 提高到去找到根本的东西 地上面最大的洞 就是山 那这样一来 我们又知道雷啊 水啊 山啊 是跟地有关系的 那加起来就是八卦 它是怎么产生的 也就很简单了 三个阳窑代表天 天下洞是风 天中间洞是火 天上面洞是泽 三个阴窑代表地 地下面洞是雷 地中间洞是水 地上面洞是山 学术界对八卦的由来有很多解释 在这里 曾教授阐述了他对八卦产生的个人理解 但是我们看到的八卦图上面写的并不是天地风雷水火山泽 而是乾坤驯震坎离更对 这是为什么呢 曾教授也有一番新的见解 天地水火雷风山泽 那这样就能够了解宇宙人生的一切吗 好像也不能 也不能 所以我们慢慢地把天叫做乾 把地叫做坤 这个乾坤两个字 我们现在用的是太多了 我们可以说乾坤定义 就是说这个天地它已经定位了 我们可以说颠倒乾坤就表示乱了他了 我们用这种词汇里面还有乾坤的相当之多 可见天它用乾来代表 地用坤来代表 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乾坤乾坤就是天地天地 可是我们要想想看 你天不可以用其他来代表吗 一定要用钱 我们从《易经》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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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到底在这有什么 我想这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思索 才得到的答案 代表干坤 不但干 而且要坤 我不但说我很干坤 而且还要很很久 一阵子干坤马上暖落下来就算天了 所以刚是刚 坤是坤 刚是很干坤 见是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时间的折磨 然后它有一种持久的意思 所以刚见的意思就是很久的干坤 你看天 不管你怎么样 它一年又一年的 它始终就是那个样子 没有来天天说 算了算了我很疲倦了 我今天要休息了 让人类过着分天黑地的日子 所以我们就了解 宇宙间有一种很刚健的这种性能 我们就用牵来代表 那坤呢 大家想了半天坤是什么 柔顺 坤是非常柔顺 你看土地 你高线挖个洞 它就让你挖 你归线上去堆个头堆 它就让你堆 你把那个动物的尸体埋进去 它也不抗议 各式各样的植物都从里面长起来 它都很欢迎 天它很刚 它很健 而地呢 它很柔 它很顺 你看这两种一配合起来 你就知道 啊 这个天地啊 实在是人类生存的好地方 那风呢 风也是两个性质 一个风吹出来的时候 它是无孔不入的 你看风一来 全身都感觉到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露出来 它马上就灌进去 所以第一个 它是入 而且它很齐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字来代表它 叫做迅 迅这个字 就是它很齐 它又很入 不是表面 那雷呢 雷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 它是震动 它是震动 你看打雷一来 心晶肉料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震 乾坤震训 那水跟火呢 水啊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又喜欢水 又怕水 水一来就化难成灾 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泥土冲开 冲掉 所以你看那个坎 它就是嵌土 凡是嵌土的地方都是被水冲过的 所以我们把水叫做坎 代表八种元素的卦象之所以在八卦中被重新命名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元素本身的自然属性 比如天刚地柔 雷震风训 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相同之处 水被称为坎 就表现出水就像我们生活中的坎坷一样 你怕它 咱又不可能离开 只能面对它 那么火和山泽的命名 又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那火呢 火啊 火一起来以后很多人都跑去看 因为它很美丽的 但是我们再看深一点我们就知道 烧到最后是同归已尽的 你看火的特性就是说它很能烧人家 它烧完把人家都烧光光以后 它自己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才用梨啊 梨就是到最后 你自己也不见了 你看我们现在救火还是用梨的方法 这片火实在太旺了 怎么救也救不了 我们就把四面打通隔绝了 当它烧吧 看你能烧到什么时候 当你把这边都烧光了 你烧不出去 你就灭了 那就叫离吧 那山呢 那山呢 山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自然象象里面 它是唯一停止的东西 而且我们人一走到山一看 哎呀 这么高我怎么过得去呢 歇息一下暂停暂停 所以它有止的意思 也就是告诉我们 你欲望太多 其实也不好 你稍微把自己做到一个合理的要求 适可而止 你才所好的修养 所以梗挂其实跟修养有很大的关系 一个有智慧的人看到山 总觉得我有需要把它征服吗 我一定要爬过去呢 我就在这里不好吗 而且你征服了这个山 你会发现还有更高的山 那你怎么累死自己 像这些都是历代慢慢加以扩充 加以发费的东西 但是当初定这个字的时候 的确是一针尖学抓到根本 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 梗就是止停止 但是停止不是永远的停止 世界上没有永远停止的东西 你止一下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最后一个叫做折 折为什么叫做对 你看对旁边如果加上一个树心盘的话 它就叫做喜悦 你看到折水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很喜悦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对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 这八个基本卦 你们非常容易了解 而且真的跟我们生活细细相关 你再怎么绞尽脑子 想要想第九种 第十种 我看都很难 所以我们就把这八个基本卦 画成八卦图 我们的亭子也做成八卦亭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生活在这八种基本元素当中 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调试 调试什么 那么使我们品德越来越高尚 这样你就完全了解义经 那其他的都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 八卦流传已久 是学习义经的基础 以上是孙世强教授 在多年的义经研究之后 产生的理解 早在宋朝大哲学家周西所著 周一本义中的八卦曲相歌 就是对这八个基本卦的描述 这首词生动形象 朗朗上口 前三连坤六断 真阳余更复晚 你一周去看中海 回上去去想我 福西一画开天地代表了宇宙万物的起源 又以八卦定乾坤 把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归纳为八种基本的元素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我们逐渐地发现 世间万物如此繁多 人类社会复杂多变 福西在几千年前所画的八卦图 真的就能包括宇宙的一切吗 整部一经就讲这两个字 八卦 六四四卦也是八卦 很多人不相信 一经只有六四四卦 就能统合全球的东西吗 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再想想看 六四四卦 每个卦有六个窯 六乘六四四 就三百八四四个窯 所以六四四它又变成三百八四四 而这每个窯跟每个窯的动 换来换去 牵一发动全身 这在一经里面随时可以看得到 一个窯 里面有六个窯 随便哪个窯一改变 它又变成另外一个窯了 我们常常讲 又变窯了 又变窯了 就表示什么 它经常在变 窯有变动的意思 也有仿效的意思 你看每个窯 它可以变阴 可以变阴 可以变阳 它都可以 可是一变阴一变阳 它就变成不同的窯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六四四有六 然后彼此六四再跟六四互动 因为一个窯可以变成好几个窯 只有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 记住宇宙一切都是动态的 随时在改变 人的命运也是动态的 随时在改变 你说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啊 那很不好意思 那就是告诉大家 你这个人实在太不长进了 从来没有变就是太不长进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也不要见面说 好久不见了 你都没有改变 不要讲这个话 那是骂人的话 四别三日 是刮目相看 三天不见 你就变了个样子 而且越来越长进 这个人才是可爱的 好久不见了 你都没有改变 那这个人听起来应该很惭愧才对 天天都有新气象 叫做日日新又日新 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 因此呢 真正会看一个人的命 他是从动态里面去了解 我说得非常清楚 中国人的学问 你只要把它变成静态的来看 那你就糟糕了 有利行就有例外 那可能你就是那个例外的 那你不是很倒霉吗 我想这种观念呢 是易经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使我们的脑筋非常灵活 千变万化 一个刹那有几百个念头 甚至几千个念头 中国人脑筋动得快 跟易经的变化多端 你看它很少 它可以变很多 你看它很简单 它可以变得很复杂 你看它只有一 它可以变成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发扬 所以 只要有任何一件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安放在我们的易经里面 一直到永远 这才是我们中华文化源源流长 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它只有一 非常简单 可是它千变万化 但是万变不能离开这个一 叫做万变不离其中 八卦告诉我们天地是定位的 你人不要老是要去搞 颠倒是非 搞来搞去 人活在一起 大家要过群体生活 它总要有一个定规吧 不能说我喜欢这样 我爱这样 我想这样 那怎么可以 彼此要配合 我们就必须要有共识 八卦就是人类最早的共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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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